那我想知道你那个两千多平米的项目 最后你亏了多少钱 不是说那个项目亏光了 是我回到家里面 我从一半年回到家里面 我就是搞研发 我开了一个研发中心 然后还租了一个厂房 租了三间门面 就是准备就是大干一厂了 手里面也有资金 然后呢 疫情来了 然后到目前为止 研发现在是搞好了 现在是没人投资 我就不准备搞了 我就找一份工作 来先维持家庭的一个 最简单的开销 给老妈治病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现在研发的是什么呀 在座 我研发了一个多功能的机器 绣花 然后激光切割 然后雕刻 喷胶 喷漆 点位化线 压印 这些一体机 一个机器 对 一个机器 而且不超过两万 你发明的 对 合肥展会 合肥展会我已经参加了 我们合肥 有专利吗 专利在申请还没下来 我样机已经出来了 不过再告诉大家 一个不好的消息 现在这个机器 从合肥 拉到我们太湖县 还在物流公司 我没有钱去提 我也没有场地来放它 因为我现在 那个房租10号到7 我现在是那个门店 门店10号到7 我现在一家人 还没地方着落 然后现在还在找场地 还在找这个地方堆积它 因为我的背景 是机械的背景 就是他拿到的这份证书 包括PLC 电器这些 对他来讲 一个初中毕业生 能学到这样 能考到这样证书的话 是不简单的 不简单 他能够把那个机器 能够整合起来 是不简单 但是我想告诉你是什么呢 就是你到今天这个地方 来找这个工作的话 你下面的判断 你下面的这个选择 你一定要做对 你到这个舞台上来找 除了我认为 像那个 我们这个 就是你们的 我有用很多很多的社会 你们那个工厂里头是唯一的 就是在座 我看到是有的 我有太多的设备 对 你下面的判断 你下面的这个选择 你一定要做对 我跟大家和观众朋友 来介绍一下 陶克军今天来找的是 项目总监的职位 对吧 对 然后呢 意向企业 你写的是自动化类的企业 对 他的期望薪酬是三万 然后工作地点是 离妈妈近一点 因为妈妈生病了 你在来我们节目之前 你有收入吗 现在 我上个月 就是还在上班 一个机械厂 做那个丸子机 肉丸子机 你是去修 还是去设计 还是怎么样 我是去给他走庄 收入我们当地五千 我其实听到这里 柯军我很紧张 今天就是六号 你告诉我 十号老婆 还是录在大天里住着 老妈在医院里等着 然后我还要为 两万块钱的东西 我奋斗了 一百多万扔进去 有时候我做了两万钱机器 我没钱提 这个背后会体现你做事 是赌吗 我来的目的 就是需要有一个 指引我的人 有可能就是你 如果让我告诉你的 你刚才说 也许我会给你一些引路 但此刻回到现实 我就是这样的工作背景 我就是这样的能力 我此刻是开六千块 还是八千块 在这儿上 你要回到现实面前 可能接下来 我们的面试走下来 才有意义 你知道贾君这话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吗 翻译过来就是 你来到舞台之前 上一份工作 你是五千块钱 你来到这舞台 你现在告诉我们 要给你一个三万块钱的岗 我先来解释一下 我前面那个工作 五千块钱 他是想陪我当厂长的 厂长是一万六 他是家里有事 想回去 那你为什么没考虑呢 没有 我还是一个 怎么说呢 现在就是妈妈的病情 不对啊 可君 你这个话有点说不通了 你看啊 你原来在他那厂子 是五千块钱 你今天来找的是 一个三万的工作 但是曾经在你面前 摆着一个 一万六千块钱的工作 而且人家还想培养你 他还有自己的生意 想把这厂子交给你 还离妈妈进去 你没必要冒着 一万六挣不到的风险 来这儿找 三万 你为什么不干那一万六的呢 这中间又有故事了 一句话 别太说 我补充一下 我补充一下 就是我老妈上个星期 然后突发 又有点严重了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把我的心 把我的这个平静的心 全部都打乱了 然后在工厂里面 已经没有那个心事 在干活 出来有些意外吧 就把东西做错了 然后厂里面就是说 跟我私下的在调解 就是说你缓一缓 然后你把心情调整好了 以后再说 就这个工作就等于失去了 如果在这里 有一个企业家给你一份岗位 你会不会 也出现一些披露 还是你说你现在不能工作 只是先找了工作 要放一段时间 先把我老妈病治好 周期大概在两个月以内 我特别感谢贾君 他刚才那种着急 我挺感动的 这是个亮点 这是个亮点 我好佩服你 这个时候你还能开得出玩笑 对啊 说明你的心态挺好 但是不得不说 回到现实吧 踏踏实实地找一份工作 先养活自己 先把眼前的困难度过去 再考虑你的那个机器 好吧 那接下来我就请企业家们 做选择了 来吧 十二位企业家 对于我们今天的 这样一位求职者 陶克军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好 陶克军 刘立军和李群为你留灯 进入你的第二环节 叫做天生我有才 好 好